嫌犯开车冲撞远警警方开枪 没想到他又再次撞了上来 真也太可怕了 嫌犯油门踩到底 还好远警闪得快 要不然飞死急伤 紧接着又传出枪响 嫌犯掉转车头 警察旁边的远警健壮 踩着篮子跑上去避开来 下一刻车子冲过来了 把叠成抢的塑胶栏撞倒了 车子卡住动弹不得 远警赶紧上前 还拿起旁边的竹哨把 当武器把嫌犯拉了下来 冲撞声还有枪声大作 附近居民都听到了 警车叫一下下 然后就听到嘣嘣嘣 我就快点进去 抓到的是什么的 年轻人 没看到 在开枪谁敢下来 这次警方8号晚间10点多 在台中神刚发现失窃的车辆 发动警网围捕 嫌犯加速逃逸 开入了杀戮这一处死巷子 想冲撞远警逃跑 围捕过程当中 警方还听到嫌犯喊着 要警察赔命 两名远警各开12枪 总共开了24枪 张车上弹痕累累 撞得面目全非 实在太惊险了 嫌犯右腿中弹送医 警方的部分 四名远警受伤 大部分是擦措伤 已经先包扎 其中一名远警 伤势较严重 腹部有遭冲撞 持续观察 嫌犯柯姓男子 41岁加1人 目前住在台中 他除了这件借车案 疑似还涉及其他刑案 如此危险行为袭警 又涉及杀人未遂 妨害公务 TBS新闻苏泰影 赖从容料反应 无赎评 台中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